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表示 陆克暂时减少不会影响到观光产业的发展 而桃园机场的建设会按照计划来执行 交通部长贺成旦率团出席在秘鲁立马举行的APEC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第九届观光部长会议后 在昨晚反抵博门 对陆克减少传出机场扩建可能暂缓 他表示虽然陆克目前暂时减少 但不会影响到产业发展以及机场建设的大方向 全世界这个观光旅游产业整个都在成长 所以我想我们陆克也许有一些阶段性的他们人数有减少 并不影响台湾在整个朝观光旅游产业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大方向 我想陶渊机场的建设还会继续按照计划来进行 贺诚诞也说 很多国家都比以往更重视整体观光政策 对台湾来说是很重要的参考数字 未来在国内改进政府跟产业的关系上 也会有各种合作的方式 这一次APEC会议聚焦在振兴旅游措施 贺诚诞说 掌握各经济体代表出席会议的机会 普遍与东亚国家接触 就产业发展需要发展政府间共同合作关系 而跟中国大陆方面的互动 他说并没有特别做什么 也没有特别不做什么 比较完整的说明将会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报告 记者综合报导 今天下午1点23分 在台湾东北部海域发生了规模7.2的地震 深度有271公里 全台都感受到了明显的摇晃 有学者提醒 后续不排除会有更大的地震 一定要提高警觉 基隆市太平国小学生才刚午睡起来没多久 突然一阵天摇地动 学生们拿着枕头保护头部跑出教室 台北捷运也马上停驶进行检测 同时间不少人的手机也都响起地震速报的简讯 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指出 下午的这一起地震是1999年 921地震以来规模最大的地震 7.23分在台湾的东北部发生一个规模7.2的地震 正央的位置在基隆市的东偏北 大概73公里处 震源深度达到271公里 气象局表示这一起地震 民众先感受到上下摇的批坡 然后约间隔30秒 才又感觉到左右摇的S坡 有人可能以为是两个不同的地震 但其实中间还是有持续震动 只是震度较小 这一起规模7.2的地震 所幸发生在菲律宾海板块 以末代尾端深达271公里 并未传出灾情 不过学者表示 1909年同一板块以末代 约在台北板桥下80公里深处 也曾发生规模7.3的地震 造成了9个人死亡 后续也不排除孔有余震 会有更大的地震发生 现在其实是这种地震的周期 100年左右 现在先来一个7.2的 那我们如果跟三个世纪比 这个规模还不够 在同样的地点 三个世纪发生过8.1的 今天这个地震是不是前阵 不知道了 那只是说提醒大家 在这个区域里面来讲 有这么大的地震 那还是往后这一两个月内 还是要特别注意就是了 尤其是我们核一核二厂 就在这附近 陈文山也忧心 规模这么大的地震 恐怕也会引发附近震断层的活动 包括核一核二厂下的山脚断层在内 都必须要提高警觉 不过气象局认为 后续应该不会有太多余震 民众不用太过担心 记者陈淑君林之间台北报道 昨天下午3点14分 台北温度飙高到摄续37.3度 创下了今年的新高 而台湾的用电量也随着吃景 同样的破纪录 昨天下午1点53分时 全台用电高峰就达到了3442万千瓦 再创今年用电新高 天气真的好热 民众外出时 洋伞帽子及太阳眼镜等防晒用品 全都出炉 根据气象局资料显示 下午3点14分 台北温度达到37.3度 创今年台北的新高温 也打平台湾今年以来的高温记录 而且预估明天周三 同样也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 原因主要是因为 目前的富高是比较偏强 而且今天还是有一些西南风的成降 目前看来明天其实条件也是类似的 而气温飙新高 全台用电量也跟着吃紧 由于台中火力电厂六号机 周一晚间因为炉管太热破管 导致供电只剩下67.8万千瓦 加上天气炎热 在下午1点53分时 全台用电量达到3442万千瓦 再度刷新今年用电量新高记录 因此台电在下午1点到3点 特别启动紧急应变措施执行短时超载运转 预估可以增加30万千瓦 让该时段勉强可以增加50万千瓦的供电量 短时超载就是说我们监控是在下午1点跟3点 所以1点跟3点之间 台电表示台中火力电厂维修预计周五就可正常供电 而气象预报未来两天仍持续高温 而且目前还有机组在碎修 供电还是很吃紧 因此呼吁民众将冷气空调设定在28度以上 供体时间度过非常时期 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自由时报一样演示 昨天全台高温用电量吃紧 面临限电危机 而中国时报的头条则是 昨天下午1点23分 台湾东北外海规模7.2的地震 是921以来最大的地震 接着来看到联合报 昨天行政院长林全到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 并且备巡 但是国民党发起了假急动员 霸占发言台 要求林全承诺不开放瘦肉精美国猪肉进口 林全没有办法顺利上台 让意识空转了一整天 穿着蓝色波罗衫还贴上反美珠标志 国民党团发动假急动员 占领一场发言台 不让第一次到立法院报告的贤院长林全上台 民进党团也不是省油的灯发起假急动员决战一场 民进党立委陈提飞和球莹两位娘子军跳出来护卫林全和国民党立委发生冲突 马政府过去执政的八年 指手不公的国民党面对再延后的第一场仗 展开强烈攻势 还将象征台湾猪的道具送进一场 开会才七分钟 立法院长苏雕雕全只能宣布休息 下午一开议国民党团要求林全具体承诺 不开放瘦肉筋美助进口 否则不能上台 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民来回穿梭 试图缓夹 但僵局依旧无解 因为民主有瘦肉筋 我们绝对禁止他进来 我们要林全来签承诺书 但林全院长他不签 今天拿一个不存在的假议题 来做霸占发言台做抗争的动作 我们认为这个是假议题 真抗争 我们会跟立法院做最妥善的说明和沟通 让人民放心有关的政策 第一次到立法院报告 就遭到在野党强力杯葛 林全抵达立法院时 场外也有抗议民众高分被喊话 也让林全感受到不少的压力 记者离奇朋友组当者家王新忠台北报导 林全到立法院施政报告 不只引起美国猪肉开放进口的争议 现在就连绿营的嘉义市也开了第一枪 昨天嘉义市议会不分党派三毒通过了 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条例修法 也就是反美猪条款 明定了国内外的猪肉 以及相关产品 必须要瘦肉精零检出 创下全国首例 瘦肉精零检出自治条例通过了 通过了 在部分蓝绿党派下 嘉义市议会一致三毒通过现有的 嘉义市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条例 第六条修法 成为国内第一个订定美猪瘦肉精 零检出的县市 在第六条的第二项 能够加注本市辖区内 换售之猪肉及其制品 不得验出瘦肉精 嘉义市议会在22个议员联署 提案下通过俗称的反美猪条款 明定国内外猪肉及相关产制品 皆必须坚持瘦肉精零检出 以保障国民食安健康及农民权益 为者应主动下架 停止贩售并除以罚还 虽然我们这里不是养之大献大势 但是我们还是愿意 把这个东西单成一种我们大家共同的意愿 来变成中央跟美国谈判的一个筹码 市长图醒哲会后指出 开放美猪与否是由中央决定 但嘉义市明文具体把关 公开表态不欢迎韩瘦肉精美猪进入室内 将可作为中央与美方的谈判筹码 不过卫生局则说 自制条例草案还是需要向卫福部合备 才算正式通过 记者综合报道 华航劳资争议越演越烈 昨天就有超过了一千多名的华航员工 走上街头抗议 他们抗议公司不但是激欠了机师的假期 还缩短空服员的休息时间 另外还要修护工 结清年资 转任到新的公司 而面对华航的冷处理 工会代表说 他们不排除在暑假之前 要发起联合大罢工 华航劳资争议越远越烈 下午两点将近十个公会 超过上千人走上街头抗议 这次公会表示 华航末世过劳问题要求华航保障年度一百一十六天休假 否则八百多位机师一定会在端午节合法休假 预计在六月二号的下午 我们会和管理阶层有第三次的调解 这个调解就是如何的补偿 过去一年一百一十六天 我们有被满足的休假问题 公会下午前往交通部 陈勤抗议华航 强行推动六位一号 空服员改由桃园机场报道 还要求空服员签署劳机法第八十四之一变形公刑制 民航局接到陈勤书之后 并没有多做回应 港龙航空空情协会也来声援 面对争议持续升温 公会表示员工会上街头的原因 是因为华航为了节省营运成本 失声各部门员工权益 从基线期时休假 变更空服员工时 要求结算休务工年资 到空除以侵权人员薪资结构过低 这一切的问题华航却不愿正面处理 空服员工会表示 华航再不审慎处理 将会联合其他工会 在暑假前发起大罢工 只有李志华 光聚宁台北报道 财政困窘的苗栗线 大幅缩减社会福利 其中的生育补助 从原本全国最高的四年 发放三万四千元 在去年减到了两万元之后 今年七月又要取消 改发六千六百元的红包 刚出生的宝宝睡得好香甜 新手爸妈看得好开心 不过听到苗栗的生育补助 就要被取消 新手妈妈觉得少了一份小确信 为了鼓励生育 苗栗在前县长刘正宏的主政之下 99年开始 生育补助从三千块 调高到三万四千元 分成四笔发放 不过每年都要花上两亿的预算 直到现在都还在发放 102年度的生育补助 让县府大喊吃不消 去年不得不改为两万元 而面对现在财政的困难 县府决定 七月开始不再发放生育补助 改为发放红包六千六 县府表示 原本的用意是在鼓励生育 不过根据统计 苗栗的新生儿人口数 只有在101年突破六千大关 104年调降为两万元之后 新生儿的人口数为五千七百多人 对生育率并没有明显的影响 不少新手爸妈说 补助对刺激生育诱因的确不大 考量到养夫妻之间的经济状况 还有整个家庭的因素 才可以去决定要不要生育 也不会因为补助我就多生几个 不少人认为 生育补助冲击量只能够说是小确幸 不会因为补助而多生几个 除了理解县府的财政困难 也希望政府可以把预算 多花在孩子日后的教育跟成长环境 而不是昙花一现的小确幸而已 继续林健身 那是杰 苗栗报道 又传出了台湾人在海外进行诈骗 有52名台湾籍的诈欺犯 涉嫌在土耳其的银行提款机 装设侧录摄影机 盗取民众的密码 遭到土耳其警方逮捕 而外交部表示 已经争取要将涉案的台湾人遣送回台受审 四名亚洲面孔的男子 遭到土耳其检警移送法院 尽管他们身上没带任何借据 却背负着诈欺罪嫌 土耳其警方破获伪造提款卡的诈骗集团 逮捕81名嫌犯 其中有52人拥有台湾国籍 本国籍的诈欺犯是涉嫌在土耳其的银行 遭到逮捕 同案是否有中国籍的嫌犯 还不得而知 台湾诈骗集团 行遍天下 既防设置从东南亚 一路转战到非洲和东欧等国家 目前全球至少有173个地点 被防部列为追踪名单 其实2014年也曾经发生过台湾嫌犯 远赴伊斯坦堡设立机防 诈骗中国民众 最后被遣送回台判刑的案例 如今新政府才刚上任 台湾人在海外诈欺案又停一桩 如何确保嫌犯能遣送回台 成为首要挑战 记者蔡惠玲 陈庆龙 台北报道 就在伊斯兰国持续发动攻击的同时 伊拉克政府军跟清政府民兵 在美军空袭的支援之下 对巴格达西边的伊斯兰国重要据点 法鲁扎展开了包围与大规模的攻击 希望能够尽快地夺回这一座城市 枪炮声划过巴格达西边的旷野地带 伊拉克政府军系统以什叶派为主力的民兵 人民动员 对盘踞法鲁扎 长达两年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发动猛攻 发鲁扎是以逊尼派信徒为主的都市 在海山政权时代是社会复兴党的核心区域 海山被推翻后 逊尼派民兵也多次在这里 和美军以及逊业派为主的政府军 爆发激烈战斗 伊拉克政府指出 发鲁扎是伊斯兰国恐怖组织 除了北边的摩斯尔之外 在伊拉克境内最后的重要据点之一 因此除了政府军 还动员了亲政府民兵 对于攻下发鲁扎志在必得 外电引述伊拉克政府军的估计指出 发鲁扎城内还有五百到七百名战士 堪称是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当中最精锐的部分 因此在往市区停进的过程里 必定会遭遇更强烈的抵抗 这波战斗也被视为什叶派政府军与民兵 跟逊尼派组织的对抗 由于还有大约五万名逊尼派平民 被困在发鲁扎城内 加上伊拉克国会的逊尼派议员 多次指控什叶派民兵蓄意打压逊尼派的民众 因此发鲁扎战役衍生的人道问题 也受到国际间的关注 记者徐佳仁报道 再来把镜头转回到国内 花莲受风箱的延辽渔港 近几年淤沙严重 渔船出入困难 再加上临近的渔港 面临到海岸线的侵蚀 渔港不堪使用 现在延辽渔港是大塞船 因为渔沙严重 花莲受风箱的延辽渔港渔船想要出海 都必须靠着怪手脱掉才能下水 而原本想说渔船数量不多还可以应付 却没想到附近的其他渔港 却因为海岸线遭到侵蚀而废港 大批的山板涌入延辽 严重影响渔船出入 我们是希望能够变成一个很正式的渔港 我们这个船就不要上岸 水连的渔港已经没有了 都搬到这根树角 这共同的连机器都来了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表示 受到太平洋海流影响 蜂蜜香水连和机器渔港的海岸线流失严重 附近的海沙似乎都流往沿料渔港 目前只能先帮渔民建设脱掉船只的轨道 并投资销波块减缓杀死渔机 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移民这个组法将来去补鱼下去 或者是这个船道要上来安置在路上 这个我们把它做好 另外销波块的部分呢 我们会把它做在安定 但在地的民众则是认为 与其花费大笔金钱做渔港建设 不如先想想办法活络在地渔市 环保团体则是认为 沿料港的沙石渔机属于突堤效应 投资销波块并没有办法阻止海沙渔机 反而造成景观破坏加速渔机 建议县政府应该先调查海底地形与洋流方向 再找寻解决办法 继续温家看 环保团报道 今天的首语新问通 我们就一起来学一学 渔港要怎么比呢 您可以直接比渔 十指弯弯表示港口 渔港 提供您做一个参考 接着要休息一下 稍后来看 屏东卢凯族人的发源地 旧好茶 终于点亮了六百年来的第一盏灯 元气 活力 心知 关怀 除了几乎雨或霜 我们每天都帮您的故事 每天都帮您的故事 每天都帮您的故事 我是Jeff 张家福 我是Stella 土安晨 公事早安新闻 Good morning 台湾 陪您深入台湾 看世界 十点全记录 雪狼这一家 白色雪地里 神秘的野狼踪迹 看狼之家族的奇遇日记 以及不为人知的故事 每周四晚上 十点全记录 雪狼这一家 就在公共电视 欢迎回到 雪狼新闻的现场 屏东卢凯族人的发源地 旧好茶 到现在 还有三到四户的族人 选择在这个 没电的旧部落居住 而台大机械系 就决定 要送他们一套 太阳能发电 以及照明设备 要点亮当地 六百年来的第一盏灯 把电线接到控制器 来自台大新能源中心的太阳能发电设备 30号运到了屏东里 那里永久物部落 交给旧好茶的居民杜一雄 研究员现场教导如何组装使用 要让他背上山 点亮旧好茶六百年来的第一盏电灯 台大新能源中心特别设计控制器 方便操作续电跟放电 一次可以点亮四个灯泡 其实旧好茶部落 在民国六十六年就搬迁下山 但至今还有四户族人 新系老家 回去住在没有电的石板屋 新能源中心听说了这个故事 决定帮助他们夜间照明 过去台大也在屏东阿里部落 协助安装过多套太阳能照明系统 五年来不曾故障 而旧好茶已经被列为聚落古迹 住户需求不多 只要这套系统足以供应山上 打猎了夜间照明 就已经很满足 记者王界纯许正俊 屏东报道 而今天的天气如何呢 我们来看看各地的温度预测 我们来看看各地的温度预测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公事首语新闻 我是王小叔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 真是太羡慕了 我也好想带老婆去上海玩呢 那你可以带她去上海滩沉船夜游 还可以去拜访一群很棒的龙人画家呢 你怎么会这么熟啊 都是看听听看啊 原来如此 听听看 让你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让两岸听障朋友大三通赛 安藤中雄武士建筑师纪录片 追溯安藤中雄经典作品的创意发想过程 看她如何像武士般贯彻意念 挥刀作战 打造人与大自然共同呼吸的理想国度 不要上海技的时候 afeleri matrix ��탈骗砌 NHK独家授权dvd 公事网路商城 现正热卖中 前几年 ou rot 算是好一群 现在过程就没有余吐 一百长全部备 parch 菊花其实是一个很有灵性的食材 七 souha ہリ 这样的油 真的煮 categories 吃起来要这样口感的Q 吃起来Q还会酸脆 白老重道早日点半 与兄亲做会顺着气 过行我